好 开始公开嘲讽 拱火是吧 你们这帮家伙怎么这么弱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哈斯老板圈九方块 Rest到了一万二 大本大盲位 口袋七选择了跟住 Rabian强口位的Strado A6草花 同样也跟了下来 三人持 翻牌圈K10两张草花 Rabian拿到A花挺牌 而哈斯呢 一个中队 大本就不看了 没大本的事 Check check Rabian要打了 三万的坡 Rabian打出整三万 哈斯老板中圈继续跟了下来 大本的一对七盖掉 转牌 一张红桃二 并不改变两人的情况 哈斯继续过 Rabian很清楚 哈斯老板啊 手里可能有圈 也可能有K 继续用自己的花顺双抽啊 做三倍Buff 九万的坡 下注六万 连续两个中注打出来 哈斯怎么看Rabian啊 怎么不像有牌啊 于是继续选择了跟注 最终盒牌 竟然是一张钩啊 这要是发一张草花还好 一张钩的话 这等于Rabian和哈斯同时做成了顺子 记得之前也有手牌是不是一个样啊 不对 不一样 那手牌 尼克阿尔波拿到的是Nats 而这手牌呢 Rabian毕竟还是输两张红桃的 最终Rabian求稳 没有在盒牌下注 来看这一手牌 PASS拿到一对 ACE raise到了5000 大本装卫K10跟注 这手ACES如果看不到一个三败的话 那么枪会非常的隐蔽啊 尼克阿尔波大盲卫五九不同色 这牌应该是没法加注了 这样的话三人持 翻牌 看到一张10啊 大本又中牌了 哇可以的 K10两对 这一对ACE啊 可能会有点麻烦 18000的坡 PASS在翻后打出14000 王者姿态啊 大本翻后直接加注 Risk到了46000 尼克阿尔波没中牌 直接盖掉 而这一对ACE呢 什么牌型会让大本起RACE啊 两张方块 或者是什么 甚至是圈钩方块这样的牌啊 而HASS手里的两张ACE呢 不但阻断了大本拿到顺子的可能性 而且自己还有一张方块ACE 他也不会说太担心啊 后面继续掉方块出来 跟下来 转牌一张圈 顺子面被发了出来 这大概率会是一个check check了 合牌如果HASS再过牌的话 大本是可以在合牌拿价值的 可是转牌的话 大本球稳了 没有打 最终合牌 哇 竟然还是一张圈啊 大本又被发死了 今晚大本上手 我觉得运气啊 是非常的好啊 可是越打到后面 输得越惨 别看他现在手里 一百多万的筹码啊 全都是自己的 没有赢来的 合牌HASS正常进攻 很郁闷啊 这一手K10啊 被淹掉了一对 HASS打出这一枪 很有可能是中顺了 也很有可能手里 恰好有一张圈 无论是哪一种呢 大本都跟不动啊 思考良久 大本摇了摇头 还是乖乖要支付了 ASIS 还发的很恶心啊 而且这一对AS 非常的隐蔽啊 来看这手牌 Rabiyang圈钩 加注到了5000 尼卡尔博 装位A5红桃 300到了16000 而JRB呢 用一手A2草花 做了400 这个400的时机 选择的非常nice 尼卡尔博这牌 想跟住真的很困难 踢脚非常糟糕 他呃 这是在拿筹码吗 导播 画面给错人了 喂 哇 尼卡尔博 17万5000的5败 我去 这是要吃定JRB吗 完了 JRB这牌推出4败 已经很勉强了 去跟住一个5败 或者再做一个6败啊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有点意思 刚才被尼卡尔博 偷下一个底池啊 JRB现在还在耿耿于怀 容老夫想一想啊 这小子说不定又在搞我 不过这手牌A2盖掉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不可能吧 不会吧 真能推出来6败 我觉得JRB肯定是赢的 但是一般人真的做不出这个操作啊 尼卡尔博后手 83万2000 想了想还是算了 选择了盖牌 又要得瑟了啊 好 开始公开嘲讽 拱火是吧 你们这帮家伙怎么这么弱啊 我明白 一般来讲 尼卡尔博的战术啊 先把别人惹急 然后再用好牌啊 干掉一个上头的对手 接着往下看 JRB圈三红桃 齐千刀 大本装位 4-6方块 跟住 Rabian小猫位 九哥不同色 也跟了下来 三人持 这张桌子 虽然啊 就剩下6个人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 比昨天打的还要血腥 flop4-6-9 两张红桃 又是一个战斗面 JRB圈花挺牌 大本色了两对 翻前是谁的open来着 翻后 Rabian拿到顶对 先手下注啊 打出1万 JRB和大本 全部选择了跟住 转牌 红桃 没有 一张空气牌 那大概率是一个 拆拆 Rabian还要打 他可能觉得 两个对手啊 全部都是听牌啊 他完全没想到 大本会用4-6 这样的牌入持啊 JRB的 同块牌跟下来 看到一个bite 一个cord 到了转牌 大本不想再等了 反加到了13万3000 这个下注 对于一个顶对 勾的踢脚来讲 已经太过于离谱了 Rabian走了 而JRB呢 决定 赌上自己的运气 356000刀的底持啊 盒牌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过能看到啊 一张6 一张4啊 两张红桃牌 已经出来了 不会有太过离谱的结果 最终啊 是一张方块圈 JRB在后门拿到摊牌价值 而大本呢 也实在是不敢再打了 毫无疑问 他也担心对手拿到更大的两对啊 来看这手牌 牌桌的战斗也快接近尾声了 这手牌 翻牌 K97两张红桃 尼克尔波拿到同花挺牌 而JRB呢 好像什么也没有 JRB打出2万2 尼克尔波秒扩 转牌 这下JRB有牌了 但尼克尔波呢 也种花了 check check 合牌一张十 顺子面 花面 尼克尔波可以打价值了 来吧 刚才也嘲讽过了 该埋的伏笔也埋了 现在是时候收晚了 第18万 尼克尔波应该是一个超时的下注吧 以我对他的了解啊 16万甚至是20万啊 他都打得出来 就是让你啊 来抓自己 不是觉得我很讨厌吗 Come on Punish me 希望JRB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要被前几手偷鸡牌啊 弄上头啊 Wow nice 漂亮的盖牌 好 来看今晚的最后一手牌 尼克尔波在装位拿到一顿石 三败到了一万七 大本可以全跟注 Flope又是一张石啊 尼克尔波上桌之后 这运气是真的不错啊 不过其他的老板可都是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了 尤其是大本啊 昨天已经在这儿坐了十几个小时 真的是很辛苦啊 翻后大本率先开枪 一张小打出了一万五 尼克尔波跟注 转牌一张三 尼克尔波做成了葫芦 无所畏惧啊 不过好在大本这手牌是真的没牌 一直过到底 不想跟尼克尔波硬碰硬啊 甚至没有任何的想法去偷这个底石 尼克尔波打出两万五 这应该是随着一个盖牌 结束今晚的战斗了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张牌桌够血腥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见 JRB wins about a half mil Rob wins about a hundred same with Nick Airball Ben loses 229 it's okay he won a lot yesterday Charles had a rough night my name's DGAF I'm taking tomorrow off I'll be back for day four of Million Dollar Game with Doug Polk Westside Wesley Hands and others stay tuned let the credits roll we're going to run day one back you can chat have a great night you